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于10月28日在北京召开 同一天 美国总统川普意外公开表示 中美可能提前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两周前 中共副总理刘鹤率团在华盛顿 与美方达成口头初步协议时 川普曾透露 他可能会在11月智力APEC峰会上与习近平会面 共同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但在本周一 川普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对媒体谈到智力最近爆发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示威时表示 中美可能会提前签署协议 他说 我们可能比原定时间更早签署相当一部分对中协议 我们称它为第一阶段协议 但其实是非常大的一部分 川普并未说明确切的签署时间 仅表示 我们可能比原定计划略微提前一些 也可能提前很多 今年的APEC峰会定于11月15日至16日 在智力首都圣地亚哥召开 距今不过两周时间 如果中美协议的签署时间果如川普所说 比原定计划提前很多 那目前应该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观察人士认为 北京愿意与华府提前签约 显示习近平已经意识到 通过让步换取华府在经济领域方面放行 已经是分秒必争的事 从中可以看出中国经济的困境 以及中南海拳斗的紧张程度 另一方面 川普选择在四中全会召开时发布上述利好 被认为是在对习近平抛出橄榄枝 在中共内斗最激烈的关头帮习渡过难关 让他的政绩好看一点 相信为此 北京已经做出足够的让步 例如 川普在前述采访中就透露 这份有望签署的第一阶段协议 会照顾农民 也会照顾很多银行业的需求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 10月25日接受福克斯采访时 也提到第一阶段协议中 北京在执行机制与保护知识产权方面的两个关键让步 纳瓦罗说 在执行机制方面 美国有权单方面宣布中方违反协议 并增加关税施以制裁 中方不得报复或上诉世贸组织 知识产权方面则近乎包括了5月协议中 中方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食言的所有内容 对川普政府在第一阶段协议问题上表现积极 时评人士徐杰提出的解释是 华府的重要考量之一是稀土资源 他说 中国对于美国的稀土供应仍具重要性 这背后除环保因素之外 还有其他原因 他说 所有稀土开采行业都是重污染行业 包括电子元器件的生产制造过程中 污染都是相当严重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但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全球目前已经发现的中重稀土 尤其是重稀土 主要集中在中国 而且相对集中在江西 比如 重稀土中的敌 全年世界市场销售的99%就来源于中国 其他国家不是没有发现 而是即便发现了 能够工业开采的比例也相当小 现在唯一能替代中国的据说是朝鲜 所以朝鲜问题也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 中国拉拢它仅仅是为了在国际社会挡枪 或者川普总统非常戏剧化地希望朝鲜放弃自己的制度 能够融入自由民主的世界 其实背后都有故事 以上新闻由欧洲希望直升记者郑平报道